我们开始练习的第一个动作 我们叫做Vajrasana 也就是金刚座 Vajra在繁语当中 它代表的是不能够被摧毁的一种物质 那么这个叫做Vajra Vajrasana其实是一个 很多老师都忽略的一个体式 因为这个体式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做好 并不是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局限 我们跪坐下来 这个叫做Vajrasana 那么从后面看 我们很多人做的Vajrasana是这样的 就是两个脚跟是从外 脚趾从内 这个是我们因为感觉到容易 所以我们很容易坐在 我们坐在我们的脚跟上的时候 我们是这么做 但是这么做有什么问题 当我把我的腿拿出来的时候 我的脚是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是什么 你的脚踝的外侧长 脚踝的内侧短 也就是说我们的腿 其实是没有正位的 我们尽量让腿保持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坐的时候 要让两个脚跟尽量去靠拢 两个脚跟尽量去靠拢 那么对于我的身体而言的话 我通常会将两个脚跟稍微分开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坐骨能正好地坐在你的脚跟上 能看见吗 那么我们在最终体式都是将脚跟并在一起 并在一起 比如所谓的对与错 那么我们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 能做到这个 那么我们有很多人 因为我们可能腿部的韧带很紧 可能我们的脚踝很紧 我们没有办法把两个脚跟并在一起 那么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带子 你将你的头轻轻地点在地上 然后将这个带子在我们的脚踝处把它绑紧 不用绑到很紧 只要两个脚跟不要分开 这就可以了 注意你的扣不要接触到皮肤 尽量地不要接触到皮肤 然后将你的两个脚掌伸直向后 然后我们慢慢地将你的臀坐在脚跟上 OK 那么我现在要讲一下 每一个同学可能有不同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你这样子坐下来 你坐不到太疼了 那么太疼基本上有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脚踝特别紧 一个是膝盖特别紧 OK 另一个就是因为往里靠的太多的时候 我们打不开 现在给大家介绍第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就是让你的脚掌分开 放一个砖第二高度 然后这个砖看我的脚跟跟这个砖的边缘 前面这个边缘是对齐的 看见了吗 然后从这里我们再把它绑紧 这个砖能帮助我们把脚掌完全冲向正后方 脚跟并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把它做下来 这个是稍微简单一点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OK 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脚踝没有太大的问题 膝盖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只是比较紧 比较紧 但是现在我们跪下来的时候 膝盖很疼 怎么办 将一个抱枕放在你的脚跟的上面 然后我们坐在脚跟上 那么现在你的膝盖的这个幅度 你坐着的时候 这个膝盖的这个角度就加大了 那么你的膝盖就稍微有了缓解 明白吗 最后一个是脚踝 脚踝实在是太紧的时候 我们就用毛毯 你越紧 卷的这个圆圈越大 越不紧 卷的圆圈越小 然后放下来 我们依然可以用这个袋子 那么我们的脚踝就放在你的圈珠的毛毯的上面 OK 然后 头点低 将我们的袋子 绑在你的脚跟处 脚踝的地方 然后坐下来 这个时候大家看我的脚踝 不需要完全的绷子 它就能够缓解我们脚踝 再次看我的脚踝 这是什么 是什么 我把脚踢的地步 而是什么 我把脚踢的地步 那么我们就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 是什么 我来说 我来说